腊木叶片的功效及作用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党惠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先说说腊木吧 腊木呢是腊木科腊木属这个热带 亚热带落叶这个桥木 那么它原产于这个非洲的这种东北部和印度的西北部 那么在我国呢其实也广泛种植 主要在云南呀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 那么腊木这个植物呢 它含有丰富的这种蛋白质啊 氨基酸和维生素啊等这些营养物质 所以呢特别是这个腊木叶片啊 它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营养价值 腊木叶呢就是腊木的树叶 那么因为其采集的这个方便呢 资源也比较丰富啊 加工也简单 所以呢现在呢成为这个腊木被研究最早 而且呢最多的这个部位 作为一个优质的这种绿色啊 保健食品呢 来进行一个开发 新鲜的这种腊木嫩叶呢 就是颜色也比较脆绿啊 比较好看 那么也可以直接呢 作为蔬菜使用 那也可以就是说炒菜呀 做凉菜呀 汤粥都可以 味道也是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菠菜啊 就是具有一个利尿通便退热消炎的效果 那么干燥后加工成粉末的这种腊木叶粉呢 就可以直接口服或者烹饪啊 加入到这个我们平时日常的面食呀 汤菜中间啊 那目前呢在国内外呢 就是说也已经广泛的开展了腊木叶的这种开发和利用研究啊 利用研究发现 这个它呢具有一个丰富的营养物质和药用成分 比如说呢这个黄铜类的物质啊 它含量比较多 还有多糖呀 水溶性的蛋白呀等等 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呢 就是主要体现在这个抗氧化啊 降血糖降血脂 包括还有抗真菌等方面的效果 我们下期见